你知道十号和芸汐的儿子石凡 她的天赋究竟有多强吗 芸汐是天人族的神女 十号拥有天生至尊骨 所以他们俩的孩子肯定也不会弱 在十号复活来到上界后 因为惹怒了仙殿的禅仙 被她种下了折仙咒 沦为了一位废人 这时的芸汐也不顾主人的阻挠 固执地决定要陪在十号身边 之后他们俩也回到了石村里休养 过上了咸与野鹤的生活 但十号的目的还没有完成 爷爷大魔神和恩斯柳神都还没有找到 她怎么会甘心一辈子待在石村 为了尽快突破到至尊境 她也拼命地修炼 看到十号如此 母亲秦怡害怕她又重蹈覆辙 说什么都要十号留下指示 因为母亲的强烈要求 十号也和芸汐成婚了 还剩下了儿子小石头 在小石头出生的那天 就引发了天地异想 一出生便拥有大召化 因为这时已经去到了末法时代 所有修士修炼的速度以及寿命 都在大幅度的缩减 之后十号也把儿子和石村一起封印了 后来在十号和仙帝的大战中 小石头也和十亿秦昊一起仙帝 在十号成了仙帝后 这才将儿子复活 从那以后 天赋异禀的石房一路崛起 比当初的十号还要变态 年纪轻轻就成为了仙帝 那么小伙伴们 十号能够复活儿子石房 为何他不复活妻子芸汐呢 下方评论区说说你的猜测吧